哈囉,我是阿伯 這次要來推薦的是日本的一間 日本橋的一間拉麵店 叫麵屋晴空 有興趣可以上Google先查一下 那這邊覺得蠻好吃的 原因是因為 它這邊的湯頭它有符合 台灣人的口味 所以在吃的話基本上 你只要是點 鹽味風格的通常都不會太猶豫 這間我們已經來吃 第三次還是第四次了 我覺得個人覺得非常好吃 那之前來的時候 沒辦法錄影是因為 那時候COVID-19還蠻嚴重的 所以那時候他們是用墨食的方式 現在店內之前那些 隔離的東西也不在了 所以現在可以放口大吃跟 放生談論 然後這邊跟一般的那種 日本拉麵店差不多的風格 就是你要先買完你要吃的餐券 然後放在櫃台上 它就會出餐給你了 店內也有提供水 桌上有一些調味料 那基本上我排這邊呢 是沒有用過調味料 因為我覺得它原味就非常好吃了 我跟我老婆點了那個 原味的蛤蜊麵 然後上次有吃過還不錯 而且湯我覺得超好喝的 它的湯 現在看起來好像有油對不對 我跟你講等一下喝下去超清爽 然後我有加了一個蛋 等一下要先來開吃 它的麵有吸到蛤蜊湯汁的味道 它的麵有吸到蛤蜊湯汁的味道 有微露味 我覺得超棒的 先喝一口湯 哇好喝 超清爽 我們現在在日本大阪城 來這邊 我一定會來這邊吃一個甜點 就是舒芙蕾 然後這一家 在當地我覺得應該算蠻有名的 因為我之前有吃過一次 然後它的口感 我覺得非常好吃 那這次來日本 一樣也是來這家店吃 因為它的那個舒芙蕾有限量 所以我們一早就過來這邊排隊 它是11點開店 那特製舒芙蕾限量的話 就是賣完就沒有了 所以想要吃那個特製舒芙蕾的話 要早點過來 那店內目前可能是有一些狀況吧 它說人手不足 所以它是點餐之後 它上餐50分鐘內要吃完 所以注意一下自己的用餐時間 那這邊一樣可以外帶 不過它外帶的東西 只限定冰淇淋或紅茶那些東西吧 我們就等餐點上來 等一下就吃一下啦 餐點上來啦 因為上次來是5年前吃的 所以其實已經忘記它的長相了 那這次有來大阪就順便等這一道 因為它的舒芙蕾的口感很特別 所以我覺得超愛吃 目前在台灣 好像沒有一家有這種口感 我目前吃的感想 如果你在台灣有看到 類似這家口感的舒芙蕾 麻煩也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它 別講一下 謝謝 煙燻龜與舒芙蕾 它那個餅好像比較特別一點 好像比較薄一點 害我有點想吃 等一下偷拿老婆來吃 它店內會有套餐 加200塊日幣 你可以折一選擇 一個是沙拉 然後一個是湯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果汁 果汁它有其他選擇啦 果汁的話我是選那個 就柳橙汁嘛 然後我老婆是選蘋果汁 日本的應該濃度都是百分之百還原的 好的 看來我剛剛吃的口感覺得不一樣 是正確的 因為我要吃的那個商品已經販賣種子了 對 我們剛剛點的是這個 這個 這是特別季節限定數量 一部分店鋪才有的 左上角那個才是最好吃的 可惡 難怪我吃一吃覺得不一樣 怎麼會有那個裝飾品 我希望它哪一天能再賣 因為那個舒芙蕾真的太好吃了 今天帶大家來日本吃燒肉啦 哇 這個燒肉 我們算找一段時間了 那這是我老婆找的 那這家道敦絕米茲乳 這是一家燒烤店 它不是吃到飽的啦 它是採單點製的 然後這家比較特別的是 它點完東西之後 會從旁邊的 有點像壽司台這邊 這邊會直接這樣送過來 那我們已經有點起樣 等一下就知道了 然後這一家店雖然叫道敦絕米茲乳 但是其實我們是從新災橋這邊坐車上來的 因為它開了兩家店嘛 這是它第二家分店 記得從新災橋上來找 然後來這家店阿伯會建議你們一定要預約 因為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來這邊預約的時候 不好意思都客滿了 後來我是用我超爛的日文現場預約 我是預約隔天的 那你如果日文不錯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打電話過來預約 那電話的話可能就在旅館那邊 跟他們借用電話應該是都OK的 然後這邊的菜單阿 大家可能想說來日本了 我也擔心沒有中文 其實它這邊的菜單還是有中文 不過是部分化中文 大家在點的時候可以看一下部分內容 可是我覺得大家應該都看得懂才對 那這邊其實它的肉的種類滿多的 然後有肉有肝臟類 然後有甜點 然後也有麵類 然後還有韓式之類的一些料理 那小菜也有 所以算蠻多樣的 那可以依自己的喜好來點餐看看 我們有先點了一份拼盤 然後跟幾個小菜 然後等一下要來吃了 現在吃第一塊喔 不只要吃什麼都好吃 它是有點油 但我可以介紹 我看這個肉真的很好吃 你知道為什麼 它超嫩的 因為它一般人在外面吃的燒肉啊 有的是解凍之後給你的 所以它肉就沒有回到場 我們轉發一下 你吃下去就會覺得很怪怪的 那我比較喜歡吃已經解好凍的肉 導流狀態是那種滑溜的狀態 所以吃起來很濃密 好吃喔 好夠喔 超好吃的 你咬下去它一咬 那油脂是散步的 而且油脂有香味 我們現在來吃第二種肉了 第二種肉是這個 第二種肉 我個人覺得會有一點小油 我還是吃吃看 好好吃 還是一樣的嫩 超好吃 不過真的有一點小油 因為它有油脂的部分 一咬下去那個油還是味道會出來 是很香的油的那種味道 然後現在來吃第三種肉 來一下海洋 這肉稍微瘦一點 不過因為剛剛有沾一點鹽 調味還不錯 這三種肉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 稍微喜歡吃一點 還不錯 吃太爽了 不知道已經吃到第五種肉 第四種肉沒有夾 挺不好意思 不過還是非常的好吃 那我現在吃第五種肉 我個人覺得 剛剛點的那一份拼盤 兩個人吃剛剛好 而且不會太油 超棒的 第五種肉是最後一塊 它每一種肉有個兩塊 有個三塊 所以 大家在吃的時候 自己自己選擇 跟夥伴去猜拳 然後 我就先吃第五種肉 第五種肉吃完 開始有點小油了 所以我沾中間這個 它這個好像是醋醬 就比較不會那麼油膩 那現在吃下來 口感依舊十分涼 然後第五種肉嚼勁比較多一點 它油脂好像比較少一點 蠻有嚼勁的 OK 這個肉我給過 好的 又到了結束的時間 那這次呢 在大阪提供這幾家的美食 阿伯覺得都不錯 那第一家麵屋晴空呢 它的拉麵真的 非常的有特色 以台灣人來這邊吃 我覺得 油度跟鹹味 絕對是 比正統的日本拉麵好很多 因為日本拉麵真的太油了 可能只是不適合阿伯的胃而已 那最後有加點了這個 煎餃 非常多汁跟juicy 如果你有來這家 我一定推薦你點 這個煎餃 順便來一下 好吃啊 那接下來呢 就是舒芙蕾跟燒肉了 燒肉這邊的話呢 有幾個肉真的是覺得 還是不錯吃阿 那中間的這個 韓式炒飯 其實已經有點沒印象了 這就不好意思 因為當初錄音有點問題 所以這個 韓式鍋巴炒飯 我就不介紹評論了 那還有呢 舒芙蕾 我覺得 我的遺憾就是 它的限量商品沒有了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再賣了 那你如果你有來大阪城 吃這個舒芙蕾 我會建議你 來品嘗一下 它的限量口感真的很特別 一定要吃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阿伯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按讚訂閱或是分享 追隨我的twitch或是youtube頻道 感謝各位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